早安TBS 陳建快訊 要帶你掌握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所紹帶您看到 前總統蔡英文的訪問歐洲的行程 還在持續當中 而昨天深夜也發文說 自己已經到了法國 但卻有美國媒體透露 說蔡英文前總統接續 也有可能會到美國去 根據聯合報統整外媒的報導 其實裡面就提到了 前總統蔡英文 計畫在即將結束歐洲行程之後 這短短幾週之內 就有機會來訪問美國 而北京對這一次的訪問 是高度的敏感 因為這一次有可能會是在美選期間 也引發了政治的焦點 就擔心這一來 會影響到美中之間的關係 而中國駐美執管 也是強烈譴責這件事情 主要就是因為他們了解到 其實美方對於這一次的行程 是已經開了綠燈 他們非常的不滿 據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 則是不願意做出相關評論 好 剛好提到我們的前總統 蔡英文現在人正在法國 不過針對先前這個 中共對於台灣 舉行大規模的軍演 法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也重申了台海和平穩定 是不可或缺的 根據自由報導 這個法國是反對以武力 或是脅迫的單方面 來改變現況 不過就被問到 這一次蔡英文的訪法行程 是有可能會再次引發中共的不滿 不過法國的議會成員 則是堅持說 自由行使職權 是不受外界的壓力所影響 更強調沒有一個國家 是可以告訴他們該怎麼走 而法國的前防部長 其實自己也透露 中國因為自身的關係 其實導致雙邊關係是有點艱難 最近已經收斂很多 其實不像過去一樣 充滿攻擊性 好 其實這次中共 其實舉行軍演 很多人都擔心會不會 讓兩岸關係出現一些變化 不過以美國總統的候選人 川普來看 他最近又拋出了一個承諾 說如果他當選 大陸就不會來進攻台灣 根據聯合報導 就是川普在芝加哥 經濟俱樂部裡面 他就強調 說如果自己當選 這個中國大陸 就不會進攻台灣 但是就有人問他說 那你是不是會派兵 來捍衛台灣呢 但是針對這個問題 川普是避而不談的 不過他也重申 就跟他先前說的一樣 他認為台灣 是應該為美國的防衛 來付出相關的一些支付 同時也強調 台灣自己 也要來增加國防的支出 應該要達到 整體GDP的10% 因為以目前 台灣的國防預算來看 其實就只有占2.5% 而川普他自己也說了 這個台灣的狀況 其實是還滿棘手的 距離美國是有1.4萬公里 但是台灣距離 中國大陸就只有161公里 因此也含話 希望台灣的領袖們 在未來四年 可以大幅的來增加 國防相關投資 好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中東的緊張局勢 大家也很關注 不過現在就傳出了 以色列是非常有可能會避免攻擊石油設施 而這個消息一出來 也讓國際的油價跟著下跌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剛有提到 以色列可能會避免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 所以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有助於緩解油價 所以以紐約商品交易所 西德州的終極原油 11月的交割價來看 是重挫了3.25美元 收報每桶落在70.58美元 而倫敦的北海布倫特原油 12月的交割價也是大跌了3.21美元 來到每桶74.25美元 而整體的跌幅也達到4.14% 好 最後要帶您回到國內 要看到的是這個明導演 也就是齊柏林他的兒子 名字叫做齊婷環 但是他受邀演講卻被羞辱 最後還甚至奮而離場 根據T2day報導 他其實是受邀到 苗栗縣立的圖書館裡面來演講 不過他卻被這個承辦人給羞辱 收到了這個LINE訊息說 他是靠老爸的餘影 就能吃一輩子 讓他是非常生氣 最後也沒有營養 就直接離開了 而對此苗栗縣政府 他的教育處也發表聲明 先是盜竊 另外這個承辦人的這名員工 其實也提出辭辰 而且也獲准了 不過這個齊婷環 他其實也強調 在外人看來 可能會以為 他的爸爸留給他很多遺產 但是他強調 這留下的絕對 都不是實體的資產 更說如果不是當年 很多企業家的幫助 這父親過世後 留下的巨額負債 可能讓他三輩子都還不完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 最即時的新聞內容 最喜歡的